鸟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orld。 对于微少去留的操心,对于欧文交易的关注,甚至对于希尔德,和麦尔斯特纳,加盟险景的分析,都占用了今年休在期,胡人球迷的大部分经历,以至于詹姆斯续约,反而遇冷了。 但今天,胡人开出两年9800万续约合同,又将这一话题炒热了。 有报道称,胡人将在本周五,向詹姆斯提供一份,提前续约合同。 按照38岁条款,开出两年9800万的续约合同,已是胡人的上限,因此,诚意是足够的。 詹姆斯提前续约的截止日,是在明年六月底,但胡人,仍在这个时间点,开出续约合同,一来因为此乃惯例。 到了今年八月初,詹姆斯就有资格提前续约,和追梦格林一样,后者,也正因此,才会在勇士,陷入维金斯,和普尔续约泥潭中,无法自拔时,又开口索要点心。 二来胡人,也是想借此摆出姿态,表示他们愿尽最大诚意,来挽留詹姆斯,至于能否留得住,那是后话。 此外,据美媒报道,按照劳夫协议,若詹姆斯,在明年休在期,恢复自由身,胡人最多能给的合同,仅比其他球队,最多能给的合同,多四百万,几乎谈不上有何优势。 因此,胡人此时提出报价,也不排除,他们还想在今年赌一把。 但最终,一切仍是,外省大登陆,照旧,美媒报道称,詹姆斯,会选择推迟续约,仍要先看交易的情。